前几天网上流传了一个消息说下雨天在火车站台上后车的时候不能打伞 这样不少人都有些费解 站台上打伞真的有触电的危险吗 一起来看记者的实验 前几天凤化铁路官方微博发出一条消息 提醒旅客在站台黄线旁撑伞有触电危险 雨天打伞竟有这么危险 带着疑问 记者来到苏州工业园区城铁站 发现通过检票口后 一路的通道都有屋檐挡雨 大部分情况下是不需要打伞的 但是由于通道并不密封 两侧仍然有雨水打进来 很快记者就在人群中发现了有人高举着雨伞为孩子挡雨 不过一直没有工作人员上前劝阻 记者也未在站台看到有明显的写着禁止打伞的标识牌 随后记者来到苏州站站台 试着打开伞沿黄线内侧走 奇怪的是同样没有工作人员前来阻止 记者随后主动向站台的工作人员进行询问 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 黄线内打伞没有问题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记者联系了苏州火车站的负责人得到的答案 却让人大吃一惊 专家介绍 黄线只是为了防止旅客被气流卷入轨道的安全线 而非防触电安全距离 那么站在站台上打伞 为什么会触电呢 我们也通过实验进行了模拟 显然水和电线一样是导体 能使电路接通导致触电 接下来我们利用红锡装置 让细小的水流自上而下通过两根碳针 插上插头 灯泡同样会亮 实验只是在家用的220伏电压下 如果是25000伏的高压电 能量将更加惊人 同时因为旅客撑着雨伞 会将人体导电段拉长 一旦出电 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铁路方面提醒 市民下雨天在火车站站台后车时 尽量还是穿雨衣 不要打雨伞 从而减少触电的危险 感谢观看